《回港二》這個計劃是通關前是一個很重要的一步 所以很多市民都在看這個計劃如何去行 我剛才有幾多同事都提過 你早兩天突然之間在廣州市其中一個地方 有一宗確診,整個廣東省都停了 其實很多香港市民覺得很匪夷所思 在短短幾個小時內,整個計劃停了 然後你又要再開它 有很多市民一聽到你又有停的話 每個人都沒有鞋子玩,趕著馬上過關 搞到其實很混亂 而去叫停的時候,其實是食衛局 後來為何到民政事務局 不是,這個政制事務局走出來跟他們說 其實不是的,我想你內部溝通 你同時都要加強 這個不是一個很簡單的普通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政策 對於國家跟我們香港怎樣跟國內開關 之後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你們不可以這麼草述,隨便招職就另改 我們又要一方面方便市民 但另一方面都要維持風險管理 都要看回內地有沒有地區會有個案 甚至有爆發的情況 所以當內地它宣佈了它某些地方是中風險等等的時候 我們當然要在那個回港議計劃那裡做一些調整去控制風險 所以就著這個例子,政府部門都跟廣州都理解了 他們只是說廣州市黎灣區其中有一個區域做中風險地區 所以當晚都適時調整這個宣佈 為什麼這些外防輸入我們不可以做好一點呢? 這個洞可不可以補呢?庫局 荔灣區事件就是爬不爬出來 或者說暫停回港議 這個不知所謂的鬧劇 那你這樣的外傭來香港 那你就有它,然後就糟糕 於是大家全城又恐慌,清零又無望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在外防輸入裡面 究竟如何面對高風險地區 會不會再抓緊? 就是以前我們經常聽的一個概念就是清零 這個都知道政府都是盡力做的 還有最近都有一些現象 我們可以達到一些清零的目標 但是當在清零的整體情況下 如果當中有一些零星國外怎麼處理 還有現在開始每個國家都是強調那個疫苗注射的時候 那這個內地對我們有什麼要求呢? 這個我們都要跟他們再清楚了解才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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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